王兄 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交给我的 如果听他的劝告 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 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 王兄 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将傻子一闻至极的话 他们也不会死 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 我是要负责的 秦兄 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 是值得的 王儿姑娘被那个秦寿所杀 就算你不杀他 我也会为那个王儿姑娘报仇 结果都是一样的 国远 如归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 但你们替天行道 为正义而死去 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陆林会的帮中兄弟 帮中 会照顾你们家人 一生一世的 你们安息吧 王兄 难道正义和真理 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天地下 没有一样东西 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你要为您请令 就得要付出 可能是生命 可能是家庭 也可能是爱情 谁情谁重 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糟了 无量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他比我先到成福寺 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 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 就会有麻烦了 王兄 但我先行一步 我们后会有期 好 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今年伯母的寿臣 我们再会 秦兄 保重 王重 驾 驾 驾 秦王 你泉下有之 保佑我们 来生再续清源 爹 我肯定此人 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 那个捕快 如今他已认得我 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舅舅 他也就是在济州 杀我哥的人 原本是个配局 可是 罗毅 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 他的名字叫 秦书宝 查阅所有刑部护部的文案 一定要找到秦书宝 生在何处 秦书宝 我要挖出你的五藏六符 来祭奠我质地的亡魂 施主 施主 你怎么把你长生相拿走了 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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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我跟你说事态严重 我不想连累你们 情非得已 所以得罪了 施主 阿弥陀佛罪过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 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 查清楚了没有 启禀皇上 臣弟昨晚皇城饮宝以后 一心相与民同乐 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 遇到以秦书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 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 谁知秦书宝暗中实习 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 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 招式天下 缉纳秦书宝归案 既然一只秦书宝是罪魁祸首 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 何必小题大做 须朕亲下手遇呢 秦书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 可不知何故 静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 准许他戴罪从军 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 臣怕秦书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 逃回冀州 借静边侯一人独职冀州境内 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 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 臣以为除将秦书宝正罚以外 静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 也难辞其咎 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至罪 好一句袒护纵容 横行无忌 宇文大人 据臣所知 令弟之死实属旧由自取 罪有应得 皇叔何处此言 靠山王 请你不要污蔑是非 县武帝权下于不义 启禀皇上 据微臣从禁军所知 宇文至极 昨晚在灯会之上 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 文婉儿之美色 将其鲁劫回府 因奸未遂将其杀害 秦书宝等人 未替死者母定取回公道 双方发生争执 争执当中 秦书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 将其击毙 靠山王 请你不要误信谗言 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宇文大人 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 找来当面对质 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靠山王所言 是否属实啊 为臣罪该万死 皇上 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 方寸打乱 对昨晚发生的事情 未加详尽地了解 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 若刚才 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 恳请皇上恕罪 启离父皇 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 办事得利 一向循规蹈矩 并无犯错 如今遭刁民击杀 儿臣认为 宇文至极 昨晚可能在预宴之后 不胜酒力 导致今次之误会 上书大人 未必报仇心切 语言鲁莽 情有可原 请父皇 饶恕宇文尚书 狂言之罪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 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 狂言之罪 暂不追究 起来吧 谢皇上开恩 谢太子殿下 皇上 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你说 所谓国有国法 就算臣弟酒后糊涂 做出什么越轨之事 也应叫刑部定罪 秦书宝一货 无权之法 但是他往事法际 当街居杀 朝廷命官 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 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 任意妄为 有坏我朝 管治之威信 皇上 秦书宝固然桀骜不驯 但竟兵侯破格提拔 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 而且他能不畏强权 直言为民 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 一无一二 臣恳请皇上 从轻发落 将其驯服 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财 实为我大随之福啊 杀人偿命 理所应当 靠山王 你处处袒护秦书宝 是否存心灭视皇法 对我治地之死余不够 正是杀人偿命 宇文至极之死 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 而且秦书宝 仗义为民 臣以为 应从轻发落 宇文大人 你不会因为 一己私欲 而牺牲了国家 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太子殿下 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 鞠躬尽瘁 如今亡死 臣请求太子殿下 替臣弟做个公道 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杀 也要将秦书宝就地正法 为臣弟报仇 皇上 老臣就是拼上这身绑袍 也要力保 秦书宝一命 好了好了 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 朕自由定夺 高丞相 臣在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 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 各有其理 如今此事依臣之意 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 谁先抓到秦书宝 就由谁负责处置 不过 宇文大人 丧亲之痛可以理解 但切不可阴私殉情 集获了秦书宝 一定要先审查清楚 再行定罪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 宇文秦家 今后要多多管教子池 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是 皇上 王爷 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速速修书一封 日夜兼程 三日之内送于冀州敬边侯 是 王爷 罗易贤弟大剑 贤弟帐下棋牌令 秦书宝 因挺身仗义 击杀银贼 兵部侍郎 宇文至极 献其兄宇文化极 因报一己丝绸 将其先除之而后快 唯兄爱财 得知贤弟将秦书宝破格升任 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 唯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 被禅臣所害 所以要誓保秦书宝一命 请贤弟将秦献金之所在 告之来人并转达 唯兄要誓死保住秦书宝 并将其培养成才 再者 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 虎视眈眈 多次在皇上面前 急顾书百 望贤弟慎言慎行 莫上奸贼之奸计 今此 爹 我查到秦书宝在哪里了 他在山东塘壁那里 成都 你去哪儿 山东 你不能去 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有什么事 必为智书报仇更重要的 晋王的地位 那秦书宝怎么办 成龙啊 是 传我的令 叫四大街兄 拿我的兵符 去山东捉拿秦书宝 如有人敢阻挠 杀 是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 未能远迎 忘情恕罪 起来起来起来 不知者不怪吧 我这次突来山东 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不知 王爷想见谁啊 你帐下可有一名 从冀州来的配军 叫秦书宝 回王爷 秦书宝 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 现任军囤囤长 此人天性正直 治君有道 实属可造之才啊 你和静边侯 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载 看来此人 确有过人之处 本王迫不及待 想见他了 传我的令 让秦书宝 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是 马上到历城军囤 命秦书宝 即到营中教场 就说靠山王召见 遵命 什么 杨林要见我 是 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 请随我速去觐见 金大哥 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 你反而神不守舍 出了什么事 没事 没事 那就麻烦你带路 请 请等一下 请 禀叩瞻王令 起白令秦书宝带到 是 请 你就是秦书宝 是 大胆秦书宝 见到靠山王 为何不下会 小人久闻 靠山王大名 今日得见王爷 手足无措 有失礼数 还望王爷恕罪 果然是桀骜不驯 与众不同 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 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 不计失礼之过 起来吧 我倒要看看 罗毅和唐大人 都推崇备制的棋牌令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多谢王爷 好 果然是英气勃勃 一表人才啊 尤其是那双眼 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 与本王眼神相交 没有丝毫退却之意 好啊 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 如此可笑 如此可笑啊 秦淑宝 在 你的治君之术 本王略知一二 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属下领命 无方啊 在 带为父考证一下秦淑宝的武功 记住 只是切脱点到为止 是 义父 请多做指教 承让 多谢手下留情 秦兄技高一筹 陆方甘拜下风 好 短剑防身 长剑进攻 罗衣所言非虚啊 秦淑宝 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 本王看你剪法奇特 似曾有相识之开 你剪法传自何人啊 王爷 秦师曾要属下发誓 不得透露其名讳 所以 恳请王爷见谅 本王见你双俭骨骨 长短各异 肯定是独般称宝 有何名称啊 称上来 本王见上见上 王爷 秦师交在下武艺的时候 并未告知属下名称 至于呈上双俭 属下实难从命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 剑在人在 剑离人亡 秦书王 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 还不快快呈上 杭大人 算了 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 我不会勉强答的 多谢王爷明察 在下久闻 靠山王求龙棒天下无双 一致无冤得见 今日都能和王爷一较高下 属下死而无憾 秦书宝 你想挑战本王 嗯